大家好,主播慷慨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据海外媒体WCC FTECH在12月下旬的报道,三星电子近日在对投资人的报告中承认,其高频宽记忆体HBM3E依然没有通过挥达的测试认证。 但三星强调,对于接下来通过认证的结果保持乐观态度。 韩国媒体Daily Korean也报道称,三星2024年内将无法完成向挥达供应HBM3E的计划,但2025年确实会比较乐观。 然而,在今年10月底的三星第三采计财报会议上,三星电子曾对外透露,三星目前最先进的高频宽内存HBM3E已检验合格,开始供应某家大客户。 三星记忆体事业部副总裁Kim Jae-jung表示,八层和十二层堆叠的HBM3E都已开始量产并出货,完成了某家大客户的关键验证程序,第四级销售有望进一步扩张。 当时外界猜测三星所说的这家大客户就是AI晶片大厂挥达,当时还引发了其竞争对手美光的股价大跌。 但是现在看来,这个大客户并不是挥达,可能是AMD或其他厂商。 今年6月也曾有消息显示,挥达正在检验三星提供的HBM3E,但是由于过热和功耗问题并未通过。 黄仁勋当时并未回应该传闻,今表示还需更多工程要做。 当时有报道称,三星HBM3E未通过挥达认证的原因在于,其EA制程DRAM设计不够完美,尤其四伏器产品开发受挫,商用较竞争对手落后, 并且由于采用了EUV制程,使得三星EA制程DRAM生产成本迟迟无法下降。 不过即便如此,三星仍然咬牙坚持,正积极开发HBM4技术,希望借此超越竞争对手。 而SK海力士目前也正在与台积电合作,开发新的HBM4产品。 目前,SK海力士仍是全球最大的HBM供应商,占据了超过50%的市场份额。 同时,SK海力士还是挥达AMD等AI晶片大厂所需的HBM3级HBM3E的主要供应商。 此外,美光此前似乎也已经开始向挥达供应HBM3E。 相比之下,三星确实已经在HBM3E市场上落后。 除了记忆体落后于对手,三星电子的系统半导体业务System LSI部门也正处在十字路口。 报道称,由于关键的Exynos手机晶片的竞争力下降,现有三星自研Exynos手机晶片供应链正在崩溃。 同时,随着三星高管团队的变动,导致System LSI部门是三星三个主要部门当中,唯一没有设置独立负责人的部门。 而记忆体事业部部长和代工业务部门负责人,分别由副会长全英贤和总裁韩真满担任。 显然,这也意味着更多的资源将会被记录到记忆体部门和代工部门。 虽然与往年相比,寄生人数短缺,但被认为是系统及晶片、SoC智慧财产、IP设计专家的Tim UIL得到了寄生。 它因通过行动装置、汽车和AI、SoC系统的IP优化引领效能提高和确保稳定性而受到赞誉。 在智慧型手机和汽车等AI的全面集成过程中,它有望在专用AP的开发中发挥重要作用。 此外,影像感测器、电源管理晶片、PMIC和通讯晶片也是System LSI事业部的发力方向。 此前,由于半导体衰退和电动汽车需求放缓,导致市场增长低于预期。 但是从中长期来看,需求会持续扩大,因此迫切需要扩大客制化产品组合。 同时,System LSI部门应清理无利可图的专案,并提高成本效益。 为此,预计人员重新部署和组织重组将同时进行。 事实上,传闻System LSI部门真正进行裁员。 自2020以来,随着采用外部第三方应用处理器AP的使用频率的增加, Exynos处理器在市场当中的份额排名已经跌至全球第五位, 在联发科、高通、苹果、紫光展锐之后。 特别是,当Exynos处理器被完全排除在Galaxy S23之外时, 三星System LSI部门危机感加剧。 当它再次将被排除在Galaxy S25之外时, 三星System LSI部门似乎面临更加危险的境地。 为了缓解危机,据此前一些韩国媒体报道称, 三星System LSI部门正在通过加强与包括AMD在内的外部合作伙伴的合作来寻求反弹。 三星此前也一再暗示,正在为多方面的合作做准备。 此外,该公司还计划将其应用程式扩展到汽车和电信以及行动装置, 以提高效能稳定性。 它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传播速度很慢。 在此背景之下,据韩国媒体The Bell的报道, 处于困境当中的三星电子半导体业务, 由于尖端制程的良率过低, 可能将导致其System LSI部门自研的Exynos 2500旗舰手机晶片 将无愿于新一代的Galaxy S25系列旗舰智慧型手机。 为了解决这一困境, 未来部分Exynos处理器可能将会外包生产, 台积电可能将是首选。 最近,据了解,System LSI部门正在探索与外部代工合作伙伴结盟。 有传闻称,该讨论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 并且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 特别是,随着Exynos 2500于明年初从旗舰车型中移除, System LSI部门的意愿变得更加强烈。 部分产品如影像感测器已通过联滑电子量产。 自研Exynos AP,此前几乎完全由代工部门处理, 如果谈判取得成果,可能会部分外包, 这将是前所未有的情况。 目前,只有台积电,三星电子和英特尔具有尖端制程工艺代工能力。 但对于三星来说,最后可选择的大概率是台积电。 然而,这不是一个仅仅因为System LSI部门想要就可以无条件实现的问题。 国内外的政治问题,以及对台积电是否会以良好的条件接受合作都存在疑虑。 目前,台积电也处于紧张的境地, 需要满足苹果、高通、徽达等大客户的需求。 一家前三星电子半导体业务代表表示, 即使System LSI部门与台积电签订合同, Exynos也不会立即离开代工部门。 他补充说,拥有多个代工厂对价格和供应稳定性都有好处。 System LSI部门在审查各种策略时也希望做出最佳选择。 因此,若真的采用多代工策略, Exynos处理器也仅有台积电制造, 才能让全球用户放心。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